农村人一天的生活,看我奶今天皱了啥饭 前两天我们姐妹三人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要给奶奶换一张床 咱奶这张铁床已经有50年了,底下铺的都是草一样的东西 铺了很多床的被褥,但是还是很搁 所以说我们姐妹三人决定给咱奶换一张床,你就看吧这家伙婶能有多厚 哭哭一顿收拾了足足的有半个小时,底下有朝三子还有木板子 由于这个垫子是先到的,所以说床等安装师傅过来了以后 把床体给安装好直接铺上就能实用 我们一致的意见是给奶奶选择一个可以水洗的床垫 你看老弟这家伙是多重用吗他俩 好家伙三下五除二,安装师傅把床给装上,他们两个把垫子直接给打开 奶奶今天真的是高兴的不行,说的如果说我们不给他换床 他这辈子估计就不会换床了 全部整好以后奶奶说的,咱家没有馒头了 今天早上他已经发好了一大盆面 咱就是说就这一袋面,还能不能成一个星期那都是一个微枝数 咱奶发面,他就不喜欢那种软软塌塌面 他喜欢蒸出来馒头,特别劲到那种 今天这个馒头我愿称之为铁锤馒头 他俩都黄黄的上阵 奶奶说的,先把这个面揉一揉,让它醒一会儿,醒个十分钟左右 今天看到奶奶这么高兴,说句实在话 我就觉得真的是幸福感爆棚 奶奶说的,今天不戳那种圆膜了 今天剁卷子,剁卷子那边上会有一层小锅吧 牛脸的功夫,咱奶把卷子全部都剁好了呀 那样做馍就是更简单一点 但是它没有圆的光滑 但是它边上会有一层小锅吧 第一锅蒸这个馒头,凉水上锅就行 刚开始千万不要烧大火 先烧这个软一点的柴火 比它脸醒发的时间 然后等一会儿水开了以后再烧这种硬硬的柴火 馒头都蒸了,奶奶说的 今天咱们再整一个大锅馅儿 咱奶蒸馒头,那一个习惯就是高低得半路掀开看一看 水开以后蒸20分钟,焖上它5分钟 牛脸大馒头出锅了 哎呦喂,白白胖胖胖,轩轩软软 边上还有小锅吧 接下来咱们炒大锅馅儿 五花肉放到锅里边煸炒一下 先把这个油脂给它煸炒出来 然后加入葱姜 再把屏幕上这些攒奶经常用的是几位老演员,全部都给它添到锅里边 攒奶炒菜就是简单到如此简单就可以做到非常的色香味俱全 所有调料都放上的小味挠一下就上来了 大锅馅儿怎么能少得了白菜和粉条呢 肉炖的差不多了以后把白菜和粉条放到里边 然后再炖上它十分钟左右 快出锅的时候淋上一点小鲜鲜 今天这个大锅馅儿真的是给大骨头都不换 真的是太香了,朋友们太香了 精盈剔透的粉条 加上黏糊的汤汁 配上大块的五花肉 没质了 套好的豆皮加入葱花 加入黄瓜石 加上油泼辣子 再加上一点鲜鲜 加上一点生抽 最后都放点香油 咱们又做了一个凉拌小菜 干饭团各就各位 今天蒸的白馒头 那和芝麻盐真的是绝配 又打开一罐新的 今天的馒头 那不愧是铁锤锤的 真的是特别扎实 又非常鲜软 大大的咬上一口 再配上一口五花肉和白菜 好家伙 老弟苦苦一顿炫 三大口下去了多半个馒头 老妹儿和他就不一样了 他是粉条忠实爱好者 今天咱奶蒸的这大馒头 配上这个大锅菜 真的是吃得太带劲了